大家好,今天第一次做蛋饺,跟大家实拍一下 主料有猪脚肉,鸡蛋,这边是切碎的韭菜,香菇,还有小虾米 调味这边有生抽加了麻油,这边是糖,盐,还有蘑菇精,用鸡精也可以 我们先把这个肉糜按着一个方向把它揉好 好了,现在它揉好了,我们要把它提前做成一个一个的小球 这样呢,当蛋饼煎好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把它合起来,就做成一个饺子 在做这个肉球之前呢,我先把鸡蛋把它打好 因为打鸡蛋的时候它会出一些泡泡,静置以后呢,那些泡泡才会消掉 所以我打算待会儿先把它打好了以后呢,有泡泡先静置 然后我再花时间做这个肉球,这样子呢,等肉球做好了 可能这些泡泡就消了 打好的是这个样子 放到一边静置,肉球的大小要和你的蛋脚的蛋皮的大小一样 所以呢,我今天用的是这个锅子是一个小的不粘锅 应该是Ceramic的,然后它这个里面是一个 待会儿弄出来肯定是一个三角形了,或者是一个长方形 所以我就打算大概是一大勺的肉球,就刚刚烤可以包起来,是这么大 好了,现在这些丸子就做好了 今天第一次做,也不知道这个蛋皮做的成不成功 我平常倒是用这个碟子做厚蛋烧倒做的蛮多的 我觉得可能感觉也差不多了,做法 OK,这个里面快溶,快凝结的时候呢,把这个丸子放进去 哇,我这个丸子好像做的有点大了,哎呦,我今天这个做大了 我来看一下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加一点蛋液把它裹起来 像那个厚蛋烧一样,就是一层一层的把它裹起来 看行不行,试一下啊 看这边是有一点裂的,有一点裂纹 我们再试一下,再裹一下 诶,好像可以 那这个是第一个,我这个饺子好胖呢 我刚才把这些肉球改小了,一个切回两半看 这样子会不会容易包一些 趁着这个蛋液还没有完全凝固,赶快给它包起来 诶,这个有那么一点样子的 我刚才煎完了第一批,刚才三个鸡蛋都用完了,然后才用了六分之一的馅儿 所以我今天这个比例实在是太不对了,然后我的蛋煎出来是这个样子,看起来还不错哦 下面一步就是蒸饺子啦 我刚才码了两圈,外面一圈,里面一圈,最中间还放了两个形状,不是特别规则的 那这个就打算今天晚上蒸好了吃,然后还剩下一批的话我准备冻起来 之后的话可以像下丸子一样放在汤里面和菜汤一起煮,或者下火锅一起吃都非常好 我今天还剩下了很多的肉球,这些呢我就不打算做饺子了 我就打算把它们全部冻起来,就冻做肉丸 一样的吃法,煮汤或者是过几天拿出来灰一下也可以 我蒸了大概有10分钟,我们现在来炒一下 嗯,好吃 大家好,现在是星期五早上9点半 我准备出门加油买菜 这个是我新买的一个腰包,牌子是Low & Sons 是一个亚洲的Asian owned brand 看了它很久了,然后终于下手了打折的时候 是200多美元,它是小羊皮的材质,非常的舒服 而且设计特别好,特别适合妈妈还有忙的人 出差旅行用也非常好 我现在正在等着加油,所以趁这个间隙跟大家讲一下我的coupon是怎么收纳的 我的coupon是放在车里面的这个抽屉里面 它是一个风钱盒,我在亚马逊买的几块钱 里面分了很多的分格,就是每一格上面是写的这个月的月份 November December,那现在我们这一个月呢是实际上是March了 那我每一次收到coupon呢,coupon上面是有时间的 比如说这份是到3月份到期,3月5号 那我就会把3月份的这个到期的这个coupon呢实际上放到2月份的地方 那2月份呢我就尽量把这些coupon要用掉 那你的receipt还有一些收据也是有时间的 比如说是有30天可以退货的这个时间 那你就把30天退货的那个时间算看是哪一个月 下一个月你就把它放到下一个月的这个草里面 那所有的,比如说这个月之前,3月份之前的这些receipt和coupon呢 这些就是作废的,所以呢你就定期的话把作废的这些拿出来 直接扔掉就好了,所以这样的管理coupon和receipt的方法非常的方便 这边有好多春天的花上市了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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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蛋是什么呢 就是在外面放养的鸡 就是在草场上放养的鸡 它所吃的食物是最天然 最自然的 所以鸡蛋的营养也是最好的 里面富含Omega 3 就是和那种圈养的 吃饲料的鸡的营养 是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一般我能买这种 pasteurized 尽量买pasteurized 这边是 Simple Truth Organic的 几款 Nut Milk 还有这种Coconut Milk 这个是Almond Milk 这个是Soy Milk 这些呢 碳水都相对较低 所以我一般会用在咖啡里面 或者做烘焙的时候用它们 而不用牛奶 牛奶的乳糖比较高 所以我现在在控糖的话 乳糖还是算在里面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Almond Milk 它里面的Total Carbohydrate 就是所有的碳水是两克 但是其中一克是Fiber Fiber是不算的 所以呢 净碳水的话 这个一份 就是一杯 只有一克净碳水 这个是在他们家的 卖豆腐 就是那种健康食品的 Section 买的豆腐面条 豆腐面条 就是它是用豆腐做的 它的好处的 就是在于 它的碳水也相对比较低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一袋的 Total Carbohydrate 是六克 但里面就有了四克Fiber 那实际上剩下的碳水 就是两克的淀粉 就是很少了 两克淀粉 这边是给小朋友买的 Stonyfield Organic Yogurt 他们比较喜欢吃这个 这个的好处是 它一是低糖 它的一个的糖 我记得只有六克 就是平常普通的酸奶的话 有的可以多达十几克 第二个好处呢 是它是Whole Milk Whole Milk的话就是 它是全脂的 脂肪多的食物呢 容易增加饱足感 而且脂肪是不生胰岛素的 这个是Raspery 副盆子 副盆子呢 是属于比较脏的produce 就是在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的 那个网站上面呢 它会写 每一年检查到的 比较脏的一些produce 和一些比较干净的 一般梅子类似 每年都是在脏的上面榜上有名 所以一般最好是买 Organic的我们家 但今天它那个Organic的 没有了 完全卖完了 这个看着也还行 我就先买来了 这个是嫩豆腐 也是买的是Organic的 这边是给小朋友买的 Annie的各种Mac and Cheese 各种形状的 他们很喜欢吃Mac and Cheese 那其实那个是炭水炸弹了 所以一般呢 我会尽量买Annie's的 Annie's因为它是Organic的 就没有那个草甘霖 就是一般的非Organic的食物 就是像面条啊 Mac and Cheese啊 还有这些它里面都会有草甘霖的残余 草甘霖是影响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物质 因为它本身是作为除草剂 这一瓶是一个以醋为醋鸡的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 Laundry Detergent 今天打折我就买一个拿来用一下 我这边还买了一堆的零食 这些零食呢 不是很健康 但是都是小袋的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嘴馋的话可以给他一小袋 另外我会放在一些放在门口拿篮子装着 给那些送包裹的邮递员他们想吃的话就可以自己拿 我以前也放过比较健康的零食 比如说像一些granola bars啊什么的 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喜欢那些 所以后来还是就是放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零食 现在十二点刚过 我在做午饭 这个是刚才买的豆腐面 然后中间这块是我前天吃剩下的磨鱼面 把它两个混在一起煮一下 然后再加一点青菜 盐是喜马拉雅的红盐 它里面的矿物质要比白色的那种盐多很多 这个鸡蛋是两只颜色不一样 一个的深一点 一个的蛋黄浅一点 因为它是走地鸡 这个鸡爱吃什么吃什么 所以颜色一般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花瓶的底有点脏 但是呢 它的瓶口很小 刷子进不去 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洗 就是加一些米在里面 还有洗涤剂加进去以后摇 通过这个米对玻璃瓶的研磨 就可以把玻璃瓶洗干净 想要花期长 水里需要加flower food 它这个是买花的时候 一般会带着一小袋 一次用一袋就好 鸡艺蹄